爆炸在今天新增了146例 已经超越了台北市疫情遍地开花 不只全中运宣布要延拜 而且高中以下学校是全面停课到4月21号 卫生局在疫调时也吓傻 因为只要是被匡列一验 几乎PCR就是阳性 到处都有确诊者的足迹 那么花莲全境几乎是已经都是污染区 疫情严重程度超越想象 花莲仿佛得了猛爆性疫情肝炎 新能确诊案疯狂超越台北市后山大轮陷 不只全中运立刻喊停 高中以下学校更全面停课 15号暴增146例 没与补习班列和布立花莲 医院院内群聚不断扩大 花莲一瞬间列为高风险区 疫情的严峻程度已经超乎想象 全县国中小4月18到21号维持停课 而今年的补习班也有43家 改采线上授课 花莲面临全面沦陷 每次匡列疫调 连官员都傻眼 匡列去做PCR都是阳性 也就是说我们匡列的速度 其实无法比我们的病毒传播速度来得快 花莲疫情遍地开花 有刺激科大女学生到布花实习 不幸染疫 家长控诉校方没及时处理 做父母的简直崩溃 为何花莲瞬间成超级重灾区 网友点名清明廉价都涌入花莲丸 疫情不爆才怪 更多人说看到这疫情超越台北 简直抖爆 花莲全境失守已近在眼前 这牛承林佩杰台北花莲采访报道